1971年韩国民间组建赶死队刺杀总统 在与警方的交火中 赶死队落入下风最终全员自杀 其实这支赶死队大有来路 只是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被政府抛弃 韩国政府想要杀他们灭口 但都被他们性逃脱 故事的起因是由韩朝两国双方 一直处于敌对关系 所以时任总统普正希秘密组建一支赶死队 其目的是去刺杀朝鲜领导人 赶死队成员都是一群社会败类 他们被安置在石围岛每天进行的各种训练 其中就包括射击 爆破 暗杀等训练 政府意图将他们打造成一超越极限的特种部队 但由于训练强度过大 有成员在训练过程中因此丢掉性命 但幸存下个个都身手非凡 就这样经过了三年的训练 但韩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两国关系出现缓和 那也将意味着这支赶死队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 于是韩国总统便想说 这样一个主意将他们留在岛上自生自灭 一周之后上岛查看 如有火口就将其屠杀以免消息走漏 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个计划无意间被赶死队的成员知道 于是他们防止被杀害 赶死队成员在8月23日展开暴动 将岛上的军官一一抹杀 成功实现了反杀 之后他们便火速登船离岛 在他们的心中萌生了一个仇恨的种子 这一去势必要为自己复仇 但他们上岛之后 便抢了一辆大巴车 于是他们便商量决定 即刻迁往总统府为自己讨要说 但这一路上关卡重重 当得知他们成功离岛的时候 总统并派遣军队对他们进行围堵拦截 势必要将他们击杀在半路上 双方在路上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由于人数上的悬殊 他们被围堵在了柳汉洋行门前 在军警的双方协助下 他们很快被包围了起来 场面相当激烈 犹如身处枪林弹雨中 用他们手中纳点仅有的枪支弹药 是不足以与军队抗衡的 他们深知到了此刻已经没有退路 于是拉响手中的手榴弹自杀而亡 侥幸存活下来的也被判处死刑 朝鲜政府也致力于隐藏真相 直到如今真相才第一浮出水